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门大学关于抗战中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专题的向大家的介绍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是第三讲 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所采取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外交行动 我们所说的美国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时间段指的是 自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 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样一段时间 当然有的内容会涉及到二战以后的一些历史方面的安排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内容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战时盟国关系 那么经过我们所说的这个前一段时间的反复磨合 中国和美国在二战当中终于并肩作战了 站在了一起 这也是中国多年来引有杀敌的成功 也是美国自日俄战争以来对日本遏制战略登峰造极的表现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是日本外交的重大失败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在这一部分里边我要重点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跟美国合作的一个最直接的场合 叫做缅甸问题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说这个中国跟美国的盟国关系 怎样实现相对平等的状态 那么先说这个缅甸问题 那么缅甸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因为有从缅甸的海港曼德勒 一直延伸到中国内陆到昆明的这样一条公路 虽然路况很差 但是总算是中国一条外部的来自外部物资的一条通道 法国人屈从于日本的压力 切断滇阅铁路以后 这个英国控制下的滇缅公路 就成了中国内陆补给的唯一的一条通道 那么英国人曾经屈从于日本的压力 封锁滇缅路 但是后来又把滇缅路开放 那么也体现了英国 也在一定程度上要帮助中国制约日本 那么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 席卷东南亚 缅甸当然不能在这个事情以外 那么缅甸呢 战略地位 我们看到它向北可以进攻中国 云南省 如果折向西北部地区呢 直接到达英属印度 那么日本可以以这个为跳板 发起进攻 可以说地位非常的重要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 英国既没有心又没有力守得住缅甸 什么叫没有心呢 英国人早早的就计算 只要能够争取把新加坡保住 或者是新加坡都不要了 那么退守印度 至于缅甸 不在英国人重点考虑当中 说它没有能力 日本发动的这场 突然的闪电战式的进攻 英国显然是没有这方面承受能力的 在此之前 马来亚 新加坡 香港 等地纷纷被日本占领 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 何属东印度 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 泰国转向了日本 这样一来 东南亚就剩下一个缅甸 那么地位岌岌可畏 而英国在这里统治多年 殖民统治不得人心 日本恰恰是打着一个 说我是东南亚的解放者 说你这是 但是我要从白人殖民者手里 解放整个东南亚 当时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 那么缅甸也出现了 像这个昂山将军这样 现在我们知道 这位现在的这位 是昂山素季的父亲 昂山将军 昂山将军当年就曾经作为缅甸 支持日本的代表 印度也出现了很多人 反对英国 反对殖民 支持日本 甚至主张跟日本合作 日本也希望跟印度本地军队合作 一起推翻英国殖民政府 那么英国在这里不得人心 没有办法守住 好了 那就请中国来吧 可是说时机响了不对 一方面英军大幅度的溃败 中国呢 当然我们经历了第三次 长沙会战的胜利 实际上呢 让世界位置一亮 当然日本的主力在东南亚 长沙呢 只是一个侧营的方向 可是我们毕竟 在东南亚惨败的情况下 我们取得了胜利啊 那么美国方面希望 中国能够出兵缅甸 可是英国呢 一开始不愿意 大英帝国怎么能让中国人 出兵保护呢 那么随后 等到英国人愿意了 出兵的条件又不具备了 大批的日本军队 不但控制了下缅甸 缅甸的南部 一步一步的向这个上缅甸 发动进攻 缅甸地区 北部地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逐渐逐渐的要控制整个缅甸 中国军队去了 也只能起到一点侧应的结果 再加上 美国方面希望 指挥中国军队的是谁呢 美国方面派的史迪威 史迪威可以说是个 做办公室上来的人 这个人没有什么 真正的实战经验 而且美国人派他来 他是忠实的执行 美国政府的旨意的 蒋介石的态度是 我要你的援助 我不想受制于你 更不想说我的军队交给你指挥 所以这个指挥权 也一直是很不痛快的一件事 所以中国军队第一次出兵缅甸 那么缅甸战役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失败的 大部分军队失败以后撤回中国境内 小部分军队退进了印度 中间也有一些漂亮的战斗 像日安枪 但总的来讲 缅甸这一仗 第一次缅甸战役 叫做不成功的 不成功了 你电缅路没有了 怎么办 我们还要反攻啊 不反攻 哪有物资补给基地啊 那么围绕着反攻问题 这些又展开了 三方 中国美国英国之间 又展开了扯批 这里边 英国的主意算盘是 说让中国出兵 让他躲死人 我这不管 甚至到了后来 以至于到了开罗会议的时候 这个罗斯福已经答应了蒋介石 要进行反攻 可是英国人后来变卦了 英国人变卦了以后 罗斯福也不得不食言 说这反攻进行不了 物资准备不充分 反攻缅甸北部地区 准备不充分 而蒋介石又不愿意在 英国海空军不出动的情况下 我们单独出动 我们伤亡太大 所以反攻缅北的事 一拖再拖 这里边也体现了 这几方之间的不协调 作为美国来讲 他想成为 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的老大 要保住自己这样一个位置 那争取当上老大 作为中国来讲 为了维持抗战 必须要在滇缅路问题上有所作为 夺回这条国际通道 我们顺便说一下 滇缅路完全被日本占领以后 我们中国的外界物资 只有叫驼峰航线 飞越喜马拉雅山 这条线的珠峰航线 这也是抗战期间 大量的人员伤亡 这样一条线路 那么至今 还有美军的飞行员残骸 留在中国 我们也在尽量的帮助寻找 美军飞机失事的情况 那么物资运量是很小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咱们没有 这个滇缅路 那么物资运上来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我们是想夺回滇缅路 保住自己位置 而英国人呢 想让中国多处理 又也不希望中国在缅甸的实力过于强大 所以英国人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拖 采取这个办法 拖 那么一直都拖到了44年 缅北反攻终于才提上一时程 当然了 日本在这个时候又发动了因帕尔战役 希望唯卫旧照 能够缓解对缅甸的进攻 那么直到这个时候 英国才算是比较配合中国方面 那么到1945年初 逐步逐步的收复了缅甸北谷 那么把这个滇缅路恢复起来 物资运量较以往大幅度增加 中国是受益者 但是英国密切警惕着 中国在缅甸的势力增长 那么围绕着缅甸 最早的缅甸沦陷 到后来收复缅甸 这几方的斗争里边 我们看到啊 中国的想法实际上要服从于美国的战略 甚至在开罗会议上已经有明确的承诺 美国英国都要协助缅甸反攻 到了这个情况下 仍然会出现缅甸方面 英国在这里拖延出兵的问题 这是我们说第一件事 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说 中美新约问题 抗战爆发之前 那么南京国民政府 就与美国 英国等国协商 协商什么呢 领事裁判权 交还中国 西方国家 希望你能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那我们的理由呢 是说呀 领事裁判权产生时候 说中国的司法野蛮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现在是个文明国家 不存在司法野蛮这事 所以呢 把你们的这个领事裁判权撤销 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 这是件大事 收回租借的谈判 实际上也在进行当中 当时的外交部长叫王正平 可以说做了很大贡献 可是 918事变一爆发 因为我们面临着更加凶恶的敌人 为了联合美国英国 国民政府不再进行这方面的谈判了 可以说半途而废 那么 抗战进行到了中美结盟的时候 那么这个问题又提起来 因为很明显 美国和英国这时候已中中国 在抗战中出力 正是中国提条件的好时候 那么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日本就占领了中国大陆的 所有美国英国的租界 那些地方把法租界留下来了 法国的事咱们到法国的时候讲 那你把这些租界都占了以后 等于说呀 这个实际的特权已经消失了 那么中国趁机提出来要平等 那么作为美国方面 实际上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现在就同意 废除这些治外法权 等等等等 一系列特权 一种声音说 这个战争以后再恢复 恢复了以后 然后再进行若干年以后 再废除 当时的美国国务院 比较了两方面的意见 各有各的道理 比如说同意 这个以后废除的人 是说呀 现在局势不稳 而且还要给点时间 要向美国侨民做解释 同意马上废除的人说 现在废时机最好 因为现在这些所谓的 治外法权并不存在 因为日本占领各个租界的原因 而且呢 日本还在酝酿 把这些租界的行政权 还给汪伟政府 这是恐怕接受不了的呀 那么日本在东三省 已经上演过一出 说不要了 日本的特权什么 连自己特权都不要了 把这些东西 一律的还给了这个 美满洲国政府 当然了 日本是美满洲国太上皇啊 他还了就左手到右手的事 其他国家是真还的 那不还不行啊 所以呢 这里边 美国说已然没有这个东西了 另一派意见认为 如果等到战后再恢复 恢复了以后 美国人又不高兴 再取消更麻烦 所以干脆 现在就废 这样看来呢 美国谈判要顺利的多 当然意外的插曲来了 中国跟英国的谈判 由于香港问题 始终不能取得进展 那么英国不同意 归还香港 达不成协议 拖的时间很久 而美国呢 跟英国有约在先 说啊 我们的同时欠 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出了岔头 日本方面 错译了 这方面的情报 得知 美国正在跟中国进行谈判 日本抢先 在1943年年初 和汪精卫 伪政权 和汪伪政权 达成协议 交还租建 蒋介石非常恼火呀 虽然这个成果最后还是达成了 可是 毕竟比日本搞得这个晚了 简直的 日本跟伪政权之间 玩起了这套把戏 那么 从这件事情上看 美国在考虑 战争当中 中国做了重大贡献 要给中国平等地位 另外与之相关的一件事 就是很伤害 中国人民感情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实行了 60年的排华法案的废除 这个排华法案 当年针对中国移民 而且越来越严格 那么当时美国人 为了开发 西部地区 西海岸 当时的美国 本土交通非常不方便 东部到西部很不方便 所以美国就考虑 从太平洋沿岸国家招人 那么甚至叫贩卖猪仔 大批的中国人 像奴隶一样被截掠到 这个美国西海岸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成了当地最早的华人 可是美国方面 认为华人 不能皈依到美国的宗教系统当中来 认为华人不可能被同化 在这种理念下 不断的奉行对华人的排斥政策 拒绝再移入 以及不允许再从菲律宾 夏威夷这些属地 移到美国本土 美国本土的华人 一旦离开 永远不得回来 设置了N多的障碍 那么这样的一个排华法案 流到抗战显然是很刺眼的 那么罗斯福就推动国会 逐步逐步地把这个排华法案拿掉 那么排华法案的废除 实际上意味着 这个美中之间 至少在形式上 感情要融洽一些 中美新约的签订 形式上的平等还是要有的 当然 双方约定二战以后 要签订新的通商航海条约 并不是所有特权都被废除了 还是有一些 但总的来讲 不平等条约体系的 质变式的冲破 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这里之前 那我们都说是量变式 一点一滴的 到这以后我们说质变式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样的一个调整 让我们看到了 美中之间 因为战争的爆发 结成盟国 双方关系有所不同 当然了 双方关系这个不同到什么程度 甚至我们有些时候可以认为 中国跟美国在二战期间 是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 好了 这个特殊的盟友关系 由何而来 又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盟友关系 在二战结束的之前的一段时间 搞得烟消云散了呢 请看下边这部分 下一部分将向大家介绍特殊盟友 好 这部分关于中国跟美国战时结盟的一些情况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